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暂时的领导而已 不用放在心上 当起步嘛 谁还没有犯错的时候 丁萌 你做了三年秘书 这点尝试呢 肯定是懂的 而且平时也不是个粗织大业的姑娘 怎么就会犯这种新手会犯的错误呢 是我的错 我疏忽了 下不为例 其实呢 这个项目一点都不简单 方健那边胡家虎卫 觉得你级别太低了 不想跟你对接 故意拖你时间 陆总那边呢 文件又一份一份地要 你觉得你自己像个皮球一样 被踢过来 踢过去 是吧 你是不是觉得 人家陆总 故意为难你啊 我在职场啊 这么多年 看人 还是可以的 陆总这个人呢 年轻 有性格 有时候还意气用事 但他呢 绝对不是一个公司部分的人 我也打听了 其实是信托跟资管那边 一份一份地要的 跟陆总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你误会陆总吗 是你误会陆总吗 所以这整个过程呢 到底是谁在一起用事啊 施总 是我的错 我不该把情绪 带到工作中来 影响到我基本的判断 犯错 不要紧 但是犯了错 整了教训 才是最要紧的 我跟你说这么多呢 真的是很看好你 我以前也是做文职的 如果当时 有人愿意代代我 那我的成绩 就不止今天这些了 我看到你 就想起当年我自己 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内 快速成长 小柠檬长成大柠檬 不要辜负我一片心意 不要辜负我一片心意 你这种高桥我把你出卖了 你知道吗 你这种高桥我把你出卖了 陆总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又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我话说明白 领导卖了 没有 暂时的领导而已 不用放在心上 不用放在心上 帮起步嘛 谁还没有犯错的时候 行了 我去找施总了 我来看 我来看 你不太好 我去看 我看他在心上 你不太好 我看他不太好 你不太好